各位親愛的觀眾 歡迎你們繼續支持我們教育透視的節目 我是節目主持人陳婉玲、Carol Chan 我們都知道這個節目是一個平台 給從事教育工作者 或者是有志推廣配慮下一代的朋友 去分享他們的經驗和心得 我們今天也非常榮幸能夠請到 安省大專中文辯論聯盟的第十九屆會長 陳俊熙先生為我們節目接受訪問 分享過去一屆辯論的心得 我們歡迎陳俊熙先生 Joey 你好 很難得你 我知道你很忙 能夠這麼遠都來到我們當中 剛剛過了第十九屆一個很精彩的辯論過程 很開心我曾經被邀請做你們的評判 所以我很感動 值得將你們這麼精彩的經驗和心得 分享給我們的朋友 特別是分享給你的同輩 可否分享一下你們今年是十九屆 其實為甚麼要有這個構思 能夠成為一個聯盟呢 有否過去的歷史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挺有趣的 我知道原來最初 我們的會聯盟簡稱叫OCDA 原來最初沒有這個聯盟之前 就是多倫多大學的足跡的雜誌社 他們內部一些多倫多大學的學生 自己先打辯論 後來他們就發覺 原來自己打辯論不夠好玩了 不如找到滑鐵路大學的同學 自此就越來越多的大學生 就加入這個辯論活動 然後在之後 也都是二十年前成立了第一屆的 安省大專中文辯論聯盟 所以如果你說追溯的淵源的話 我們是由一個足跡的雜誌社發展到 現在今時今日第二十屆的 安省大專中文辯論聯盟 真的很難得 二十屆 那你們有沒有註冊 有甚麼非謀利的機構是怎樣的 其實我們在早兩年 已經開始了註冊成為一個非謀利的機構 那我們的形式最主要都是由 非謀利的學生組織組成的 我們就不會說有任何商業的元素 所以在很多資金上面的東西 都是會透過一些叫做贊助 或者是在華人社區一些商家 他們覺得這個辯論比賽 這一班華裔學生 他們在這個商界 或者在這個社區上面有價值 所以他們會作一些幫助 來金錢上面的幫助 或者是其他不同上面的幫助 所以我們就一直可以運作到現在 那即是很難得 請問你們有沒有固定的回址 給你和同學聚集 其實就比較特別的 原因是我們安省大專中文辯論 那麗智的學生呢 五湖四海可以說是 好厲害 八間聯盟 那我們呢 因為特別在職 每一年 那個國際合作者 有可能會是 全轉了 也有可能有同學留在這裡 所以我們比較一個流動性的形式 去做聚集 又或者是去合作 所以就不會說一個固定的會址 去做到一個經常性的會址 就是例如 好像別人有辦公室一樣 因為我們始終比較新 在這個所謂的 non-profit的機構上面 那麽我們這個架構 都是沿用一個學生會的架構 那可能就是 我們可能有同學 多些在多倫多的 那麽我們 接下來的會址 就會聚集在某一個同學的家 又或者是 圖書館 或者我們租一個 meeting room 那麽都蠻觸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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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都不緊要 最緊要就是 就是有機會 給那麽多學校聯盟 剛才你提過八間 我看你們的組織都很完善 那麽又有會長 好像要分享一下 第一 就是為什麽你有這個 passion 而成為會長的職位 第二 你的過程是怎麽樣的呢 還有你有多久 一個 一屆 就是一個 一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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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自己 是 華雅信大學的 我自己參與了辯論比賽 唯有三年 嗯 那麽在第三年之後呢 我覺得 這一個聯盟呢 它做了很多事情 背後是沒有人知道的 是 那麽我們覺得 那麽時候我就想 咦 不如打辯論這麽久了 試試玩一下幕後也好 那麽同時我自己也 就是有一番自信 那麽可以 希望可以參與到 帶領到這個聯盟 去另一個新的方向 所以就是因爲這麽樣 我自己去了參選 哇 那麽其實參選了 我們見到每一個 我們叫做Exact Board 每一個Exact的位置 都是選出來的 那麽我們有十六個Exact Board 那麽我們就最主要都是以 學校做一個單位 每一間學校有每一個辯論學會 那麽他們會派出他們的參選人 和一些叫做過往的Exact 組成一個Elections 那麽我們就是透過這個投票的程序 而誕生出來 那麽我們的年期比較簡單 不會說好像某一些學生會是兩年期的 因爲我們那個叫做人事變動比較大 最主要 那麽我們就會用一個簡單點的Term 就是來一年期 一個比賽完了 那麽就為之一個Term 通常就會你看到我們比賽 例如Carol也有來過我們的總決賽 是去到三月中的 那麽我們的Term 亦都去到三月尾 隨之而完結 那麽其實都很辛苦 那麽短時間裏面要發揮這麽大的紀錄 那麽你又要競選到 那麽又要總結比賽的過程 那麽真是很… 我想你也是實至名歸的 這個會長 其實困難呢 並不是只有我一個人面對 十六個人 就是每一個都有他的工作 那麽我就是做一個統籌上的工作 那… 那麽有副會長嗎? 有有副會長 OK 會長副會長做什麽? 我們有Marketing的部門 最主要就是為這個聯盟上去找贊助 我們會有這個外務部總監 去聯絡對外的評判 和一些辯論學會 那麽我們亦都會有這個公關 就是聯絡這個media 就是好像Carol你那麽樣 又或者其他的中文 和收音機 電視台 同時間呢 我們現在比較注重的就是Webmaster 因爲你知道現在有網絡的世界 那麽這一個亦都是網絡的電台 是的 那麽在那個網站上面 我們都會找到一些 比較熟悉這個網上的操控 和設計的同學去幫我們手 那麽基本上我們的委員會 你會見到有賺錢的部門 就是講得逐一點的賺錢 其實就是推廣我們Marketing 有External 有運作上的賽務部 還有有這個Webmaster 總括來說我們由16個Executive組成 好精密啊 你們的組織都很精密啊 所以我相信你們的過程都學了很多東西 其實我想請教你 其實我想請教你 譬如你負責總領委員會 在第19屆招募有沒有困難呢 有幾個學校參與到這次的比賽呢 我們第19屆招募 我想總人數是達到186人以上 就有20隊 那其實 即是說真的 我們是比以往就少了的人數 我們以往高峰 少了對數還是人數 對數 對數 因為以往高峰期 是可以達到29隊 而我們在高峰期到現在 我們是少了的 是的 那如果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21隊 是的 所以那個招募上是有困難 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可以是新移民少了 來講的新移民少了 還有 即是中文的 你知道用中文去做辯論也不是容易的 是的 還有就本地上面 投放在中文的教育 都少了 原因 例如以前 他們一些本地的中學 雖然它是以英語為主 但是它都會有一些叫做中文班 他們都會有投放資源 在這個中文辯論的 但是因為這個資源的減少 所以我們在這個銜接上面 就難了 因為你會見到一些中學的 小學的學生 他們未必可以接觸到辯論 中學的時候也都沒有 所以上到大專 即是我們叫做玩辯論的人數 相對都會少了 是的 因為我當時都做過一些統計 通常你的辯論 都是很短時間來移民的朋友 就是多於土生土長的朋友 所以都是有點困難 其實那個 我們也很幸運 我們土生土長的辯論員 反而在近年就多了 是嗎 是的 可能因為 可能就是 有興趣 好玩 一來 所以就多了人參與 因為我以前 當初打的時候 我就以為 咦 中文辯論 當然是需要 中文很厲害 後來我參加了才發現 原來我身邊有很多同學 是 連中文都不會寫的 但是他就 單憑這個拼音 就上場 這麼厲害 很難得 或者是 非常厲害 因為我當時 我看回他們的表現都不錯 很少懶音 他們的發音都挺地道化 其實說回 你有21隊 你的同學參加 其實你們收不收註冊費 就是你去參加比賽 會的 我們會收回註冊費 但是我們不會說 是一個謀利的形式 我們最主要的註冊費 的離定 都是為了 避充場地的價錢 因為我們最主要在小組賽上 使用的費用是最多的 如果你說分享我們的註冊費 也不會太貴 是合理的 是合理的 其實 看回參加過你們的比賽 那些主題 就是變題 都很生活化 就是 怎麼說 很反映時幣 你們用什麼準則去選擇變題呢 其實我覺得變題是有三個類型的 第一個就是時事題 第二個就是歷史題 第三個就是綜合題 是的 我們盡量都會比較選一些 叫做貼近一些安省 或者加拿大的時事題 但是由於我們都比較關心 香港 中國的時事 所以有些題目都會講一講香港的政治 中國的政治 而另一個關注的項目 可能會是美國 因為他們的影響力比較大 所以你看到我們的變題 在時事類型 都會比較選一些 大家熟悉一些 耳熟能長的話題去講 至於歷史題 我們就會比較集中在這個叫言語 言語就是例如一些 一些以往例如讀漫卷書 不如行萬里路 又或者一些叫做歷史綜合題 就是講一講以往一些君王 究竟他們做推行某種政策 對當時的利弊 第三項就叫做綜合題 綜合題就是比較 在政治和生活化上拿取捨 不是每次都會牽涉到時事 在這一方面的變題 就會發揮上面比較大 因為涵活的範圍也比較廣泛 至於在選題上面 我們過往就會有 三位比較有經驗的同學 我們叫做賽務部總監 他們就會在這些題目上面 做一個探討 我們也會請我們的advisor 他們也是社會人士 也對辯論上面有一定的認識 他們就會給一些意見 我們會做一個綜合 然後就會離定和議定一些變題 你也看回到19屆同學 他們的表演 我親歷其境 我也很有印象 同學的表演非常好 特別是文采也不錯 他們的詞風也很銳利 譬如有很多四字真言的成語 有八字的對聯式 令到我們都很驚訝 他們的中文程度都很好 其實你們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評判標準是怎樣的呢 哪方面是最高分 譬如總結來的一百分 那些標準是怎樣分佈的呢 我會講 因為其實細節項目 就很難一次過這樣說 但最主要你會見到 七成都是基於內容和邏輯上面的 三成都是基於現場的表現 所以說現場的表現 可能會涵溃若惡 那個學生說話會不會很幽默 令到不會過於沉悶 還有在臨場上是否真定 例如他們有沒有看貓子 即我們俗稱的Q卡 還有他們會不會在言語上 會太過激進 至於這個邏輯和論點上 就佔七成 因為歸咎於辯論 終須要立論在一個邏輯上面 所以你會見到我們的評分準則 會放在例如 在立論上究竟有沒有理據 有沒有原因去支持這個論點 還有在說話上面的邏輯的結構是怎樣 同時間我們在後期 我想應該是去到第十八屆左右 我們加了一項新的分數 就叫做臨場反駁分數 是啊 這個很厲害 是啊 因為很多評判都說 咦 為什麼加一項臨場反駁分數 是否能拚到人就贏呢 其實就是想比較關注一點 就是以往有一個叫做自我表述的問題 就是可能你有他講 他有他講 就少了回答對方的論點 少了這個針鋒相對的時刻 那麼他就希望在即時的反駁上面 做一個審核 所以你會見到是一個臨場反駁分數 這個標準很重要 因為真的考那個辯論 除了個人的表現之外 那個團隊精神更加重要 是啊 因為我記得你那裡的分數也有很大 有40%是說回團隊精神 因為透過針鋒相對的那個即時變磨的表現 去看到那個團隊合作精神 是啊 很有意思 我覺得這個加得很好 Joy 我也想知道你做了成年 這間人就光榮忍退了 其實過去你的苦與樂 可不可以和你分享一下呢 我想苦、樂都參半了 參半 不是多一點嗎 不是 樂多一點 我看到你經常都笑口想開 是啊 是啊 我自己覺得在這個聯盟上面做的事情 開心的地方是得到人認同的 是啊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 在做每一件事上面 你有策劃的階段 你可以搜集到不同的意見 也會有反對的聲音 你會學習到去怎樣處理這些問題 那我開心的就是 在這個過程我都不斷地學到新的 還有呢 有很多同學都支持我 是啊 就是如果一個組織 大家都能夠扶持大家的 那我們就會有一個 更加好的方向一起去邁進 所以其實辛苦的可能都是在勞力上面 可能 哎呀 今個星期六啦 又要去比賽 又要當席啦 又或者是 哎呀 評判不夠啊 怎麼辦啊 因為很多評判 他都是用一個叫做義務的形式 來參加啦 那所以就在找評判的時候 是有艱辛的時候 例如我們的外務部總監 他們去找評判 我們簡稱他叫做external 那就很辛苦的 就是有時候可能是 星期四晚啦 星期六要比賽啦 星期五晚啦 評判才臨時到不到場啊 那這些都比較是 你又要發達啦 叫做小小的危機啦 但是 說就說很辛苦 但是到最後都成功到 找到人去 找到專業的評判來幫忙 那這個都是開心 最主要開心的地方是那個 成就感 過了一個階段 你看到 完成了一個成果 這個是最開心的地方 其實呢 Joey 你 你做會長啦 那你未曾做之前 跟你做完一卸任 那你其實 你自己的那個人的理想 是不是達到呢 還有有沒有一些前支 就是你要將你的金官 射任給你下一屆會長呢 你有什麼抱負是請他 繼續秉承你的 被人完成的關係 你可不可以自願呢 我自己就有跟以往的會長 有聊過 我發覺我們每一屆做完 我們都會有一個想法 都有一句說話 就叫做生火相傳 是的 就是希望好的東西 和那個精神繼續留下 因為畢竟這個都是一個學生組織 未去到一個大機構 有很多東西 能不能留下去呢 就是好看每一個 參加的同學 那個熱心程度 和他們肯付出多少 就是好看這個自願性 那我自己都很開心 就是我能夠成為第十九屆 亦都射任 亦都交到給第二十屆 我都覺得 啊 一身鬆了 那我最大的期望 就是希望這個辯論 可以繼續傳承下去 有更多人的參與 其實在短期的目標 我們都達到來推廣比賽 很順利 不同的同學都得到這個機會 得到一個社會的圈子 他們自己的個人的溝通 邏輯思維也得到進步 長遠來說 我想希望有多一些 和不同的學生會有合作機會 因為我們可能在以往 就太過專注這個辯論的項目 雖然我們是辯論聯盟 但我們都不想忽略了一些 其他的合作機會 因為我們相信這些合作機會 可以在這個社區的社區 這個華裔上 都可以互相幫助 這些珍貴的分享 我們都很難得 這個機會給你呼籲一下同學 有沒有人認識你們軌機構的同學 怎樣參加 怎樣聯絡你們呢 其實我們本會 即是本聯盟 有一個網站 就是www.ocda.net 我們有很多新的資料 又或者是 接下來我們會舉辦這個香港杯 是由這個香港經貿處協辦的 將會在這個5月8號初賽 和5月15號總決賽 詳情都會放在這個網站 又或者是我們的Facebook Group 你只需要搜尋回OCDA 安省大專中文辯論聯盟 就可以見到我們的資料了 那我相信 如果你很有興趣辯論的 其實每一間大專院校 他們都會有一個辯論聯盟 或者是一個辯論學會的 那你可以參加這些學會 就可以來到我們的比賽 又或者可能有一些大學 中國人數比較少 來可能遠至桂湖大學 或者皇后大學 Queens 你們有興趣參加的 而辯論學會可能未組成 可以聯絡我們 我們也可以透過一些幫助 去帶你進來這個聯盟上面 究竟註冊上面 手續或者是怎樣成立一個辯論學會 我們都可以給你一些意見和幫助 不愧為會長 你的分析和你的交流都很細緻 我希望未曾參加過辯論的同學 都能夠被你吸引到 讓他快點參加 以及上這個網站 就www.ocda.net 就可以知道最新的走勢 今天非常感謝Joey和陳俊卿同學 為我們介紹這個大專 中文大專聯盟的資料 我希望下次有機會再跟你聯絡 多謝你Carol 多謝你